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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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是配料 抹 还有芹菜芯 这叫芹芽 当然没有那么多芹芽了 芹芽就只这个 太讲究了 就小的这块 对对 芽 但是我们略微把芹芹里的芯包出来就行了 还有我们抹 这个调料很简单 就是酱油 醋 还有我们那个葱香蒜 特别简单 这道看上去略像鱼香肉丝的菜品 就是石大师今天要带来的川味经典 小煎鸡 香软的鸡腿肉颠覆你的味觉记忆 鲜甜微辣的口感更是风味十足 接下来 石大师就要为我们带来这道菜的详细做法 电视机前的您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腿肉 配料有芹菜 木耳 调料有豆瓣酱等 我们先把木耳 这木耳多了点 切成丝 因为那个鸡腿是丝 其他都是丝 对 不要太大太细的丝 来 帮你 好 我们现在切这个 你看 这个芹菜芽特别嫩 特别清香 咱们就把里面的都留下 对 你就切这就行 你看 多嫩嫩这个 好 差不多了 和林木耳差不多 因为我们是配料 对吧 配料不能大于土料 现在我们切点这个姜末 姜 也切成丝呗 末 末 对 这是葱姜末 葱姜蒜末 因为我们川菜啊 离不开葱姜蒜末 川菜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它符合味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叫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我们给它搁在这儿 这姜味是挺大的 都闻着了 是不 好 先拍一算 拍成蒜末 好 你看我们现在 切完这个了 我们现在再切鸡肉 这个鸡肉的鸡腿肉呢 我们切成 改一段刀 切成那个条 好 回去那鸡肉呢 那鸡腿肉没有这么厚 那这个肉 你看小尖鸡 鸡胸肉行吗 鸡胸肉不行 小尖鸡就用鸡腿肉 只能用鸡腿肉 鸡胸肉比较柴 好 切完了 好 我们就放一碗的 鸡肉切好了 那切好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煎了呀 不 不 不 我们得腌制 煎一下 对 就放点盐这里吧 盐 料酒 你看 我们放一点盐 大概一小勺 对 料酒 两勺 来点酱油 三勺 三勺 大概一个盐料酒和酱油的比例是 一比二比三 对 韩话叫码味 这码成味之后 腌多少时间呢 就稍微一两分钟 就基本上揉里面 对 就差不多了 我们满好味了 你们那不腥了吧 不腥了 我们上淀粉 挂一层薄薄的姜 这就不能割鸡蛋清了 这小煎鸡不能割鸡蛋清了 为什么 因为割鸡蛋它表面一种滑润 它没有口感 因为四川袋呢 它是卧油炒 所谓卧油炒就是它不用过油 就是原汁原味 就拿这个油煸完这以后 直接下料直接就炒了 鸡蛋清裹一层 有一层那个保护层 它味不容易进去 我们还是看 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干的话 我们就搁点水淀粉 我们这有点干 搁点水淀粉 要是稀的话就搁点干 你看 薄薄的一层姜 千万姜不能炸了 成了 你看 就这点姜 我们再给它放一点油 它煎肉的省得粘连 对 能不粘 对 分开 对 少来一点 少来一点 你看 我们这肉 你看 酱好了以后 淀粉千万不要带它 太大一层 不利落 也不容易见味 第一步 把鸡腿肉切成条之后 进行腌制 盐 料酒 酱油的比例是 1比2比3 接下来呢 石大师会准备一个 秘制料汁 这碗用来调味的重要料汁 究竟是什么做的呢 你看我们那个配料也切好了 这个鸡肉也变成了 煮料也变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好 操作之前呢 我们还要怼一碗茜 碗茜 因为四川在这卧油炒嘛 卧油炒边炒里头 边境味 要把这个 它这个调料给 怼一碗茜给腾进去 把它完全裹住这个料 反正这调料是提前调好的 对 我们这个碗茜是 来 我们开始兑酱油 你看 这个 大概加多少酱油 你看 这一个彩 酱油 再来一点 料酒 料酒大概是酱油的一半 对 这是醋 米醋 米醋 你玩玩这个 米醋 必须用米醋 这个陈醋 青醋都不行吗 不行 你用米醋 再来一点 有加这么多 有我们的小鱼香口 咸辣酸甜 现在放糖 你看 酸甜 那这糖应该多放点 也不能放小鱼香口 不能大鱼香口 那也是冒尖的 对 这 垮了三勺了 对 好 你看 过了匀了 看看我们 水淀粉 放一点 这淀粉一定要搁合适 如果搁来不合适呢 它就抱不住汁 那您说这个合适 大概是什么程度算合适啊 就是把这淀粉调到 能够紧紧地抱住这汁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黏 是那意思吗 这个调到合适 能够裹住这个汁 就是说它要稍微粘稠一点 对 我们看这个颜色调出来之后 是这个 有一点棕红色的了 对 不过虽然说这个调碗汁 听起来挺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 还挺实用 对 因为你要炒菜特别快的话 那手忙脚乱的 一会儿放点酱油 一会儿放点酱油 而且 就拉点什么了 而且这火 你做的时候呢 你来不及 它就 这汁夸着收进去了 你再勾芡 它就糊了 是 所以这个翻炒以后 直接把汁搁里 一翻炒就行了 省事 而且这个味还调得准 对 免得什么糖多了 也少了之类的 对 你这还可以试一试 对 第二步 用酱油 料酒 白糖 米醋 和水淀粉 调制成碗芡备用 提前调制料汁 能够更准确地控制菜品的口味 这个我们这些都准备好了 主料配料调料 对汁都好 我们现在开始炒了 好啊 那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火候了 看 你看 卧油嘛 你看 卧油就是少油 对 一般人都不会做这卧油 都是过油 你看啊 嗯 你先拿这个 这个油在大概多热的时候 我帮你放 嗯 七八 这这这 你看这就热了 你看啊 这个得大概煎到什么份上呢 油温热了 我们先拿下来 知道吧 嗯 给它煎上煎熟了 就彻底炸透了呗 对 但是我们不过油 你看 小煎呢 实际上它就在油里慢慢地煎 知道吧 哦 就是油温要低 对 油温要低 如果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如果热了也可以把火关小点 对 你看 或者是把锅拿下来 你看我这 随随随随随 或者扒冷开了 你再上火 知道吧 你看 然后看有那些还没熟的放中间是吧 对 你看 你看 它卧油草吗 知道吧 你看啊 是 你看快熟了吧 我们这 颜色不变了 你看 这快熟了吧 嗯 我们一块 你看我们这 你看 我们这 放入豆瓣酱 豆瓣酱 对 就 你看 搬了一边的啊 哦 哎 您这手法挺特别的 是吧 不是 您那个肉不出锅吗 在旁边炒这料 对 你看 煎中红油 你看啊 下到葱姜蒜 你看 直接就 爆炒了是吧 对 你看 你看 嗯 你看 哦 你看 香味出来了吧 出来了 对 它颜色也上去了 对 你看 好了吧 嗯 我们下入拍料 哎 菜一起发里边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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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好 我们这香味真出来了 满汁 哎 你看 好 直接倒里边 你看 你看 锅出来了 嗯 之后我们就该出勺了啊 要出锅了是吗 哎呀 哎呀 你看 出锅了 哦 你看 可以 你看 可以 我们出锅了 你看 这道风味十足的小煎鸡 您学会了吗 抓紧时间 咱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步 将芹菜木耳切成丝 把鸡腿肉切成条后 加入少许的盐 料酒 酱油和淀粉 抓匀 第二步 用酱油料酒和米醋 调制成碗芡备用 第三步 把鸡肉下入八成热的油中 不断地翻炒 然后将豆瓣酱下锅炒香 再依次下入葱 姜 蒜末和木耳 咸菜 最后倒入调好的碗汁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哇 这炒得满屋的都是香气 是吧 而且这个看起来就好没有食欲 我注意到您做菜时候有一个细节 就您炒菜时候 你看这个鸡肉都差不多了 你给它放到一边了 之后在油里面直接炒那个豆瓣酱 还有配料 您为什么不把这个鸡肉先盛出来 直接回去呢 不用说 因为四川菜特别是卧油炒 所以它这难度很大 现在很多人都过油炒 它就要吃起这个小煎小煎的作用了 我们这个是卧油炒 就是把鸡煸完以后 或者说扒到一边的 完了以后剩的鱼油 把这豆瓣酱给煸酥 下入葱姜蒜炒出香味来 再下入配料 再煸炒 把碗餡一烹 这个操作过程 所以它味特别香 你看一出锅 满屋都是香味 满屋都是这个味了 东东我太有食欲了 不过这个做法真的是挺特别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过 也不知道这大家伙都学会了没 如果您要没学会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CNTV网站上再看一下 希望您能够做出这样的美食来 好了 今天特别感谢时代师 为我们带来这么美的美味 那这里是天天饮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